登录部分要我们做的主要有几个部分 其实就是我框起来的部分是要做的 其实其他像这一题他已经给我们很多提示 那我们要做的部分包含就是说 第一个要从什么呢 User 这个Direct 取出这个帐号 也就是从这一个 我们宣告的这个新的这个结构 这个资料结构里面去找到什么 找到资料 到底呢这个帐号是否存在 那是否存在呢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 就是用TryGetValue的方式 这个方法呢可以取得呢 使用者填入的资料呢 跟在RAC里面的资料比对之后呢 如果有的话呢 那就会秀出 就是可以秀出来是有 结果就是True True的话呢那表示说呢 它的账号是已经存在 那存在的话呢 就会跑底下的部分 跑底下的部分 那如果不是不存在的话呢 那就要跑什么呢 跑底下Else的部分 Else 那也就是说如果不存在的话 Else部分呢就是会跳出什么呢 使用者不存在 那不过像这一题 它比较贴心的部分是 已经都帮我们把程式呢先提示给我们了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边有那个 已经有绿色的部分了嘛 也就是说你到时候 如果考试的话把这个删掉就好了 把这个注解符号删掉 就会产生这两行 还有这一行第三行有必要写 需要写的部分就是说呢 如果这个使用者不存在 我们就跳到哪一个页面呢 跳到这个Select Tab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跳到1的话就是第二个页面 因为它第一个页面是0 0 1 2 2的话就是基本资料 然后呢最后呢把使用者的所输入的资料呢 顺便带到什么呢 带到要新增的那个账号里面 那这样的话就让使用者不需要去key那个资料 这第一点如果使用者不存在 我刚刚show的程式部分呢 其实主要就写这两行就可以了 这两行就可以 跳到第二页 并且呢把账号它输入的账号呢 传给什么呢 第二页的那个名称上面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如果这个已经存在了 表示说假设我今天让它新增一个之后 它又跳回来第一个页面 那我们就是再检查 假设检查有这个资料 有这个账号存在 有这个账号存在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比什么呢 比那个密码到底是不是正确 那我怎么知道密码是否正确 这个地方呢我就可以直接去比对 比对的方式呢 我就可以用REC REC 点Password REC底下呢 就会有一个Password的资料 那如果它不相等等于吗 不等于的话就是小于大于的方式 那最后的话就跳出一个讯息 假设说两个不相等 表示说密码打错了嘛 那我们就秀一个Message Box 那这里其实它蛮贴心怎么样 它已经帮我们做好了 所以你到时候这一个部分不用写 只要把什么呢 注决符号把它拿掉就可以 拿掉之后就会秀出Message Box 再来呢如果这个地方密码错误的话呢 那我们就把Password把它怎么样 清除掉 清除的话就是双引号 给它一个双引号 接下来最后把游标怎么样呢 放在那个Password的上面 后面有个点Focus 有没有 点Focus的方法就是 我要把游标强迫放在那个Password的那个栏 那个文字方块文字格子里面 那这个地方就点Focus就可以了 那再来的话 End If结束掉 假设说这个地方这一段 是判断如果说密码错误 那假设说密码正确 那密码正确的话就跳到下面这里来 跳到这里来的话就是 切换到哪一个页面呢 Tab 2 那我刚刚讲过2的话就是基本资料 基本资料呢我要去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把使用者输入的账号跟密码 还有性别 还有email信箱把它显示出来 那显示出来的方式呢 就是这地方 我就把包含哪一些呢 User Type CB 就是下拉式选单 点Select Index Select Index呢 就是等于什么呢 REC底下 这里面有一套User Type 就把这个资料呢 转给他 再来呢 其他还有像账号 把它转换过来 还有像Password也是一样 转换过来 那比较麻烦的部分就是那个 性别的部分 因为性别是什么呢 是Check Box 所以呢这里的话呢 我们就去判断 If REC 这个 Sex 这个地方如果是True的话呢 那表示说呢 他这个地方是 是男性 那这个地方的话 Check的就是在男性地方呢 把它 变成True 那反思的话女性 反正 那最后的话 再秀出这个Email信箱 Email信箱 那这里的话呢 主要解释一下 就是说 程式的运作方式 主要有几个 第一个就是说 先判断这个 到底有没有存在 如果存在就跑下面 如果不存在的话呢 就是去建立一个新的 这里的话我想你们先 把这个部分先试试看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哦